你們放在第一題的下方有一大堆的空間 有沒有 第一題的下方 第一題 有沒有一大堆空間 希望你們把它拋在第一題的下方 就是空間 我把這個題目改成 我小寶莫我斷法的好題目 就是 它的圖形就是辦第二那個圖形 但是我今天把焦點不是放在第一題了 我是放在你到底受到多少的磁力 所以我以這個正方形 編長H的正方形 它到底受到上面這一段電流多少的磁力 我們當然不是畫這個力圖嗎 它有一個重力 有張力還有磁力對不對 然後我就直接告訴你這個磁力跟那個I成症 那我現在就真的讓大家看 它這個磁力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請問你如果這個題目這樣子就怎麼做 請問你這個正方形到底受到多少磁力 第一個同學說 它是 我知道 不必現缺 受到的磁力回雷 這樣對不對 哦對 一定要均勻的磁場 請問你現在的 他們所處的磁場有均勻嗎 他們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磁場中 不決定是磁場 他自己處在 超磁場的 這個綠色的磁場 你看哦 因為我現在問你是這個方形受到的 他們彼此之間也有利的作用 可是需要探討嗎 不用那就是一種內力 就是我們自己自家人 現在我是要問你我們這一個方形 到底受到在這個空間中我受到之一 所以我一定是跑到人家的磁場對不對 人家是誰啊 是綠色的 蛤 那老師我要不要去畫綠色的那個磁場 不要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太經典的題目了 同方向的電流一定是 所以我對你產生的磁力 你必須往上 然後這個呢 一定就往 反方向就一定往下 那為什麼我畫起來比較短 對 因為他對這個地方產生的磁場 其實是比較小的 所以他比較遠 比較遠所以比較小 所以這力也比較小 那左右呢 一定也抵消 因為左右 每一小段的距離是不是都一樣 距離這個 這個長廠指指的導線 每個地方的距離都一樣 所以左右一定抵消 所以左右的力可以畫成這樣 是不是會亮 再去啊 再去 這個 往上左右都會提到 但是會越來越小 在去感像分的那個方式 這樣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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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人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一定都是 因為這個磁力齁 你呢他不是把這個 其實這個是很容易出現的 比如說你看這個電流 你看這邊電流這邊是穿進去的 這邊是穿出來的 那我所以綠色的磁液線是出來的 那藍色呢 在這個內部操作的磁液線也是出來的 所以中間的磁液線非常的密集 所以一定要把它撐到撐到撐到 所以那個力量一定是往外撐的力量 那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 你都看到的話 因為這個電流這邊是穿進去 所以這邊一定是穿出來的 所以這邊一定是點點的磁液線 這邊呢一定都是點點的磁液線 點點的磁液線 點點的磁液線 然後電少過磁 所以你看喔 四個熟熟先出來電 然後呢這個電 電四個熟熟是出來的 然後呢出來 然後往下 就是電 電是往下 電往下然後轉或磁 大蜂子就是向右 那這個電呢是往上 電往上然後轉出來大蜂子向右 所以左右的磁液都是往外撐 但是左右一定會有去向 所以你最終只要算上下 所以這一集喔 他問你受到的磁液喔 其實是FY 減掉F2 好現在問題請問同意什麼叫FY 要很專注喔 我這一段電 F就是ILB3D啦 我這一段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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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你的磁場 你是常常直直導線 所以我這一段電流 ILB B是你常常直直導線產生的磁場 大家背得起來嗎 常常直直導線在這一點造成的磁場 2PiR分子μ0I對不對 所以是2PiB分子μ0I 再呢一定是90度 電跟磁講90度之類 電磁講90度 好減掉 減掉R不度 各位同意什麼是R不度 我這一段電流 跑到你的磁場 請問同意這一段電流多長 這一段電流就是ILB B就是你的磁場 常常直直的導線 對這一點產生的磁場 2PiR 哇它的距離這麼遠 2PiR分子μ0I 所以它 2PiR分子μ0I 2PiR分子μ0I 這個距離是2H 然後分子μ0I 那這樣子就是2分之1-4N1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4Pi H竟然消掉了 所以是μ0I 它會跟誰層正比 就是I層正比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說磁力跟I層正比 因為剛才前一集中 這邊的電流是固定的 它改變的是上面電流 這樣來講嗎 它改變的是 所以μ0I固定 大I固定 4Pi固定 它改變是上面電流改變的 C6B 所以是這裡 這樣你可以接送嗎 所以我段考或小考試考這樣 OK嗎 不過我們上那一個指考 指考這樣寫也是可以 不過那太花時間 其實你最好就是 反正你都先利用便位的高低 刪去了 便位假如的正負 然後接下來你其實帶某個術 好 帶某個術 剛才那個節目 因為它有考慮到上面 所以其實那個難度是更少的 如果只是算實力 反正是這樣 OK嗎 好 飛龍園可以做第三題 來不及超級就拍個招 好 好 這是這些 好 好 嗯 好 好 好 可以想到可以想到有机器的 ok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就非常简单 有一个均匀磁场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导线 黑导线是两分是直的 然后一个半圆形 那B呢是等的是四啊 请问你他们持一笔是起比点 不是 我很喜欢 好 起比点 只要看起点跟终点对不对 所以起点跟终点的长度都是四啊 所以答案是1比1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五期 第五期也很简单 会做的我觉得就自己写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也想完成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真的 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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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題做完了可以說你第六題 那你不會的同學李季老師講解 他說有三條平行的導線在一個平面上 然後他電流距離都畫給你了 他現在問你這個比單位長度 各位同學單位長度就一公尺 你就考試直接打一公尺就好 請問你這個一公尺收到了你 那我們就先想 我現在因為我要講解 我故意把空間中分成三種顏色 一個是黑色 綠色 藍色 他關注病 所以你就說你受到什麼力啊 你看你自己人跟自己人是同向電流相吸 所以你會受到一個吸 綠色吸 然後你跟他是反方向 反方向相赤 所以你會受到一個排斥理 所以顯得這兩個力要相減 但是你唸不知道誰比較大 誰唸就向右撿向左 撿起來是正就是向右 撿起來負就向左 所以F1撿不住 好 什麼叫F1呢 就是我這一公尺 我這一段電流在你的磁場 所以ILP上一定90度 這是安培的實驗 那個角度正好就是90度 所以我這一段電流 你看I 我這一段一公尺 我這一段電流跑到你的磁場 綠色在這一點的磁場 長磁導線在這一點的磁場 藍色在這一點造成的磁場 是二拍距離是2D分之米 就是這樣 第二個力呢 F的ILP上一定90度就不寫了 但是方向相反所以減 我這一段電流我這一段一公尺 我這一段電流跑到你的磁場 你是藍色在這一點造成的磁場 藍色在這一點造成的磁場 是二拍距離是2D分之米 U08 那這樣減起來正好之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D6級 D6級呢 D6級呢 跟剛才很像 微格相同的長子導線 其中呢 GHZK是編長2D的正方形 然後呢 他們是平行的 所以視為 然後這個 因為這個很遠 就是這裡面唯一視為一個 這個無線長的是這個 這個是無線長 這個是無線長 把它視為無線長 然後呢 那右邊這個是有線長 就是邊長 二就是正方形 見諒是惡哀 那這個惡哀呢 它是這樣子的 它但是 但流到這邊 流過來這邊是哀 流過來 那這邊就是流過來 好 現在已知什麼呢 已知 我們的主角 他先給GK 就是那個 GK GK受到AF的電流 所產生的力為小F 那請問你這顆整個正方形受到 其實這跟我剛才講的立體 其實要你覺得很像的 我們要整個正方形受到力 好 那你知道喔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寫已知 已知GK GK受到的力 大家知道嗎 我這一段電流跟你是反方向 反方向就相赤 所以我這一段受到是一個赤力 是一個F 那這個F多大呢 F就是ILVSINE 像這種情況都是90度的 同向電流反向電流這種就是90度的SINE 我這一段電流跑到你的磁場 我這一段就是I 我的長度是2D 我這一段電流跑到你 你是誰 你是無限長指導線 無限長指導線在這一點產生的磁場 二拍R分之μ0i 所以應該是二拍 整張3D分之μ0i 所以已知 已知是這樣 那我現在到底要求什麼呢 我要求是正的 正方形 嗯 不是二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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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 這個地方是二拍R 小心 因為它是綠色的電 要小心 好 好 那求整個正方形受到的利益 那其實你如果累積了一點減輕的經驗 你就知道哪邊會抵消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會抵消 然後這個跟這個地方會抵消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呢 不用考慮他們之間的 因為它是很整整 這種內力之間不用考慮 所以你只要考慮這個跟這個 它是什麼 也是一個反效的電 所以它也是斥力 不過它會比較小 如果你真的要畫喔 這邊就會是這樣 這邊上下會這樣子 這邊會是這樣上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把這個力畫出來 這一段跟這一段喔 因為他們距離是一樣的 就是這兩 這地方的磁場是一樣的 這個方向又相長 所以他們的力喔 一定是方向相長 那這邊也是力量方向相長 好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把它畫出來 因為它的磁場是差 插插進去 所以這一定要是插插的磁場 這一定要也是插插的磁場 可以去確定的方向 那我們就沒出來 那其實我們最關鍵是這個 所以這兩個反而是要相加的 所以它受到的這個力喔 反而是F要加上FY 好 那因為我們的答案要用F回答 所以第一個F就不要改了 那F回答呢 就是我這一段電流 那我這一段電流是多少呢 我這一段電流是I乘上2D 跑到你產生的磁場 綠色在遠遠的這一點產生的磁場 是2PiR分之μ0I 所以是2PiR是5D分之μ0 小心有2Pi 好椅子上面要求底下 那你就看 欸這長得其實還蠻像的 唯一不一樣 你看喔這邊這邊這樣子 這個跟這樣子 這都長得超級不像的嗎 所以這樣子 他說這個就叫做三個耶 好有師 然後就這樣嘛 這樣 那你唯一跟我平常就是那個三個 所以這個就三個 所以我就把這三個拆進去 所以呢 答案就F加上十分之三個 答案就是1.60 所以答案選出 反正就什麼一下就知道了 那經濟體你看直考 直考真的考得 比我們課堂上教的都還要簡單啦 真的 你要相信 我們的學姿很強盪 真的我們學姿算三遍 真的就好好算三遍 不是背三遍喔 是要媒體要進去算的 算三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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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好那來 好那邊 好這東西可以做第七遍 然後想第四遍 第四遍也想 也不是很難啦 就是 呃就是講過了就會 好 你看執考核的多简单 一七体 你们觉得还是哪一个啊 一七体啊 九三年執考 你们觉得哪边受到的实力最大 上半圆吗 上面的半圆 下面的半圆 左面的半圆 右面的半圆 当然是 左啊 这谁都知道 对 怎么这么简单 左半圆就是这个半圆 左半圆最近呢 然后对大家就自己看 欸这简直送分 没有啦 真的这样 然后就写起了 都没有写起 然后大概没有 我们要去找 来 我们看第一次 这一点就不要找 我说 有一个质量 F长度L的导线 你看到了吗 有一个质量 F长度L的导线 你有看到吗 这一条线 放在一根水平层CTA的光滑斜面上 如果我现在外加一个磁场 足齿它也斜面往下滑 请问你导线那个电流多少 方向 方向是 你觉得电流是 X流到Y 还是Y流到X 这样子它才能够 因为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很单纯 只有中力跟正向力有光滑 你一定咕噜咕噜滚下来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产生一个磁场 然后阻止你下滑 你觉得这电流到底是Y流到X 还是X流到Y 就二选一嘛 你们觉得呢 Y到X还是X到Y 你这也要说 你们觉得你们会怎么动 其实成长这边都是一个三度空间 有的时候你如果方向三度空间的那个集合概念 不是很强 其实画什么图会这样 側面动 側面动 就眼睛从这里这样看 那眼睛看过去那它就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这根导线 我就画在这里 这一定要到底是要打XX还是打点边 你觉得是要XX还是点边 他才能够勤在这里 那因为他这个地方就阻止他往下往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发生一个平衡 所谓的合理的 因为你要阻止他往下往 他本来 本来会往下滑 因为光滑斜面 咕噜咕噜滚起来 但是阻止他就是合理的 所以他应该要画力 对不对 首先先想合力 超距力 远距 接下来想接触力 所以值得叫正向力 如果今天只有这两个力 一定会滑下来 现在我们就是给他加入神秘的磁力 我觉得神秘的磁力要怎样 那他有给磁场 磁场我们用 好吧 磁场我们用绿色 磁场一个一个的磁力先是这样 我觉得电到底是电少过磁势力 电到底要进去吗 电少过磁力 因为这样会平衡吗 不会 进去的电流转到磁场 产生力 这样会不会让他们赢 不可能 所以电流应该是出来了 少过磁场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判断出这个电流是出来的 也就是他要这样流动 歪要流到 所以电 电 十四个手指头要先出来 往上转到磁场 电少过磁 让磁力 这个要磁力 有些同学很激动喔 好失了 他完全不想要说这个双烈长 竹子往下 所以这个力往上 他说你可不可以连比都不比 就随便自己很直觉的说 磁力应该往上 你可以自己随便那样吗 不行喔 因为你看电少过磁 那这样要真的去比喔 那你不是说喔你往下滑 我不让你往下滑 所以我随不一定有一个往上的力 这样太危险了 那接下来就耳利为零 这概念了吧 耳利为零 耳利为零随便你喔 你要用分解或字节化 要平均自列型的对角线 它不会形成一个封闭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用封闭的事情而已 接下来基地名很随便大家 你们喜欢哪一个 原化封闭栽角型 还是要问我们做分解 分解 分解 如果你要分解 就把它分解到斜面上 所以呢 所以呢 对 对 岩斜面往下的力呢 跟岩斜面往上的力呢 跟岩斜面往上的力呢 那这个磁力就是 磁力就是 I L 比赛几度呢 裂跟磁甲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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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开始写喔 所以 磁力 I L 然后 这个是 θ 对 磁力分解到斜面 叫做 cosin θ 应该等于 重力分解到斜面 mg sin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电流就是 mg tanjent θ 乎于 L 好 那你猜我考试可以怎么讲 如果我要考试我可以怎么改 如果我要考试我可以怎么改 既定长 我要改 你猜哪一个东西可以改变 市场方向 欸 对 我改变市场方向 那你知道我市场方向可以怎么改 我市场随便改不过来 然后你怎么改 然后你怎么改 你怎么改多过 我会觉得 市场面垂师 改变市场 垂师 垂师什么 平面 平面 哪一个里面 哦好啊 那我就把姿势改在这里 好 那我们在给你剪子 好不好 那我们考试就改变子 然后 改变量 多好 改变量多好 好 有问题 所以我就考试的时候 我会改变市场方向 好 市场改在哪个方向会最够 改变量多好吗 那这一定会滑下来啊 那这一定会滑下来啊 我就是不要让他滑下来 因为市场还可以赢 除了 除了改在这边之外 欸你们知道改在这边的话 这个池地会想成功 就是六成功 那还有呢 市场会 要怎么改变最酷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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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故意改变 我还有一个改法 就改变 改成平行 那种 对啊 哦 姐姐真的很奇怪欸 没关系啊 再考试 这再加一个抹擦力好了 那个线没有抹擦力 好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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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这个问题 我都不要回来 好现在请大家看到的内容 好了我告诉你们 我会改一个 你知道正向力等于对不对 就是正好磁力等于重力 就轻轻的贴在那边 就是我的磁力正好往上抵消重力 就是你看我们是不是3D平衡 可是我可以设计有一种磁场的方向 让它产生的磁力竟然是往上 往上跟重力就正好抵消了 你就紧在那里 然后你根本不需要正向 对 那还是往前面 那我还考什么 而且你跟他讲完 还好什么 你自己想这样子 我来讲讲了 那我以后考 我都不讲好了 你们考试是你刚下降好不好 不要 我讲了 我讲了在考 我 我懂 就是有一种磁场的方向 设计出来 可以让磁力正好往上 跟重力抵消 那你根本不需要画正向力 因为志向力画出来 就一定会有分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你不需要正向力 你的磁力就可以跟重力抵消 会有这样的磁场 这样的了解吗 所以磁场方向改变 是考题的一种方式 好 现在请大家回到我们的内容 现在高三正在做这个实验 你有兴趣就都在一起做吗 没有 道高三自己才做实验 还是 现在就想做实验 有 有优缺点 我是怕你们现在做的道高三都忘记了 要口吃口 那 现在觉得 那我们干嘛念书啊 真的吗 那可是我都在一起教 你们又会炸掉啊 好 现在请大家看到这个第八页 电流天秤 这个实验叫电流天秤 你们知道天秤就是敲敲板 我刚才讲敲敲板 我刚才讲敲敲板 好 对不起 这很关系 我们这敲敲板 其实长得就是这种很可爱的 很可爱 因为他还很 我还做给你看的那种 好可爱 然后他中间有魔鬼 可以让你归零 就是 你一定要让这个 这一次这个 就是你会让他平衡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想要这个魔法 好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那就可能平衡的时候 这边会比较清闲 然后看到 最后会比较清闲 然后所以你可以去调你的魔法 所以第一个动作是要归 这个实验的第一个动作 这两个归零要很高充 要 也还好啦 然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做这个实验 做半天 鼓鱼就到了 师父的悄悄感不会动 我也悄悄感不会动 你加了电 我怎么加他都不会动 然后我过去看 就傻眼 因为我们这个天秤 你们等一下我也传下去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这个天秤 你知道为了要两边的质量 重量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边边喔 他们动了一个U型的头 头片 头膜 头膜的膜 他就是要让电流通进去 走一个U型的轨道 然后为了要让两边喔 是平衡 所以两边都有动U型 可是只有一边会通 你知道吗 有一边是断掉的 对有一边是断掉的 那同学就故意把 就是没有做实验 就没有专系 就把断掉的放进去 所以通了电流 电流根本是在这边 但是我们要让电流在这边 因为我们要放在磁场 我们磁场就是这个螺线管 螺线管 我们通电流之后 你看喔 这个地方这个电流是这样 所以我们通了电流之后 你可以顺着电流 所以我们这样绕 它会产生这样的平常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U型管 有通电的放进去 一半放进去 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里面 所以同学就放错天了 他把那个断掉的那一段 放进去 那你通电流 这悄悄感会动吗 根本就不会动 然后做半天 就说 这个悄悄感不会动 透分 啊 讲半天 上课讲半天 你做实验才是不这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有电流的那一段 放进去 这样电流在磁场中 就会受力 那我们到底要平衡什么 我们就要剪一小段 我们在实验室有那种气包线 一卷了 你就去前面剪一小段 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放砝码 所以这边一旦放了砝码 它就会气息 然后呢 你通的电在磁场中 就会产生磁力 然后这个就是利用力矩 它就会平衡 这就叫电流天磁 大概知道了吗 是不是知道 那我现在开始讲到的实验中 是什么 第一个 好 同学看一下 电流天磅 可以测量微小质量 就是电流天磅 你可以测量一点点的质量 一点点的质量 好 好 那我们这个线路 GD 它其实就是两个线路 而且很简单 就是大串 大串 大串 那这个DC呢 就是支流电源 比如我们接 大流染 就是接电池 那我们接了电池 然后又接一个安培计 所以正要接正 负要接负 所以就接了台北纪可以知道 然后这是一个螺线管 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个质量 那我们要改变不同的电流 所以这边要接一个可变电子 所以你调可变电子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电流 所以 所以第一个线圈 所以你做时间的时候就要接线 接一个大串 那第二个呢 再接一个大串 这边也是接一个电池 然后呢也要再接一个安培计 安培计正级要接安培计的正 负要接安培计的负 然后这时候就要接这个U型 我跟你刚才解释过了 就是那个敲敲板只有一端 所以进去出来 那我等一下传下去看 仔细看 传下去看 就是你一定要把 把这个U 有跟线路相连的那个U型管 等一下要放到螺线管里面 然后这边接可变电子 那它整个实验之中呢 就是长成这样 那大家可以知道 这边就是重力 因为它是等臂电力 然后呢 注意看喔 你看喔 这个电流是这样 电流I1 从这边流进来 经过这一根敲敲板 这个这样 往 只能往右边 左边是断掉的 然后呢 再往这边流进去 然后再从这边流出来 然后呢 再这样流出来 好 接下来呢 这个螺线管呢 这是另外一个电路 它会产生这样子的 你要这样缠绕 所以你到时候 有的时候 你要注意喔 你就是 你的电流呢 I2 I2在这边 这边是这样子 要往下流 往下流 要这样缠绕 最后要从这边绕出来 这样电流 因为这样电流 产生的直场 才会向右 我们要产生一个这样的直场 我们要产生一个电流的直场 向右的这样子 那电少到直 四个手指头进去 转到右边大股指向下 这样才会产生直力喔 如果你线路接错 你就会产生 我老师我在敲敲板 为什么不能平衡 电线就接错了嘛 或者你的磁场就接错了 对不对 那你只要改变其中一个电流的方向 你做不容易 所以 然后注意点 那老师这个地方 这一段会不会受到磁力 各位呢 你看这个电流向右 磁场也向右 这一段有没有受到力 没有 那这一段也不受力 所以真正受到力的 只有这一小段喔 只有这一小段 所以这两边是等臂 所以你只要重力等于磁力 就可以了 好 因此呢 底下就说 在天平的磁力小段 加一个小尾 恢复平常 因为合力举为 好 合力举为 所以呢 就是重力造成的力举 力举用超 造成力 死力造成力 那它的原理我就写一下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等比的 它是等比点 所以你其实最后呢 只要写重力等于磁力 那我们用到的公式呢 磁力就是I 但是你要小心喔 这是U型管 那L呢 那L呢 是指那一段 L就是 那个U的那个 最主次的那个 那B呢 是螺线管 然后重力就是A 可是光这个公式还不动喔 你还必须要知道螺线管的公式 是Mu0小N I 这个I是螺线管的I 那当然 你们当然知道 这个小N是指单位 常数内的 常数 那所以我们回应 会用到这个公式的 其实就在这里 而且考试他也没有真正要你去算 那几个五分绕几圈 没有 他就整个把它当成常数 他整个把BG跟当成一个常数 那我们现在还没做这个实验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实验是做两个步骤 第一个 你要 因为它有两个电流 所以第一个 我们固定螺线管的电流 那螺线管的电流如果固定 其实就是你固定的 螺线管的电流如果固定 固定磁场 那如果你固定磁场之后呢 这个实验到底做什么 我们就老师就会说 欸同学前面有一队气胞线 你们就去剪一小段 每一次都剪一小段 一小段的气胞线 所以每一小段的气胞线 就代表取不同的质量 然后呢 你取不同的质量放下去 哇敲敲板就倾斜了 倾斜然后你要调 所以你要操作什么 你要操作IU 因为我们总共有两个电流 刚才不是那个可验电竹吗 我们总共有两个电流 每一次要固定一种电流 所以第一次是固定螺线管的电流 就是固定磁场 那你去调U U型线去线路上的一个电流 你操作它 使它平衡 那我们要验证 验证 你想嘛 反正这个固定呢 那我们改建这个 调这个 改建这个固定 所以我们要验证 MG 正IU 那我们的实验是怎么验证的话 所以这个实验有帮戈子 我们实验基本上是有帮戈子 对 重坐标呢 是那个重力 能坐标是IU 那你做出来 我要比作五个数据 然后呢 看看同学做出来 这种数据有没有成正 不过有 那你的实验就是做得很漂亮 那我为什么要先讲呢 因为这个题目指考非常喜欢他 这个实验很喜欢他 那实验很难做 非常难做 手要很强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两个固定 就是因为他要改变两种固定 他只要改变一个固定 一次固定一个 对 一次固定一个 没有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第二个 他有两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就是固定 固定 U型管 他固定U型管 然后呢 也是一样 取不同的 然后到这时候要操作 要操控一个 魔线 所以他是一次固定一个电子 好 一次固定一个电子 然后再次这个比较麻烦 他要先计算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 他要先计算这个 螺线管的磁场 他要先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螺线管的磁场 用这个公司是行不好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他单位长度到极权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要用这个 螺线管的磁场 这个磁场 对 螺线管的磁场 MG 磁场 IU MG 那MG 我们去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前面去捡这个气包线 MG就可以做了 然后IU你就看安累 那是固定 比如说两安累 那长度去量可能是一公分或两公分 所以你可以每次减一段平衡之后 你就可以计算 也就是说平衡后 每次去减 然后呢 平衡后 你就可以去算出每一次的螺线管 然后呢 你要计算出来 然后验证 那我 我这一次的那个段行 不会考虑的实验 的过程 会考实验的计算 计算就是把它当计算型 实验就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因为实验我要大家亲自做做实验 实验要知道 所以他要你画第二个 重做标是螺线管的赤裳 重做标是螺线管的电子 他要你验证说 欸我们是不是神圣 所以我只要验证两个实验 那第二个实验比较难 你们先唱话我再讲一下 第一个实验比较容易懂 第一个就是整个螺线管就是固定的嘛 电流固定 然后呢 你只要越大 我再用越大的电流 只要越大越大的电流 所以第一个实验比较容易解 但第二个实验他到底在验证什么 第二个实验他到底在验证什么 对 他其实就是要验证那个螺线 他想要知道螺线管跟螺线管的电流 是不是真的成正 他第二个实验就是在验证 因为他想要知道螺线管的磁场 跟螺线管的电流是不是真的成正 那螺线管的电流 你怎么知道 那螺线管的磁场你怎么知道 对 是用少女 他是用重力跟磁力箱的 去把螺线管磁场算出来 因为重力跟磁力箱的 重力那个气胞线你可以知道 然后那个U字型的那个电流 你也可以知道 因为有安危机 那U字型的那个场路你也可以知道 所以他的螺线管的磁场是算出来的 然后他想要知道 我算出来的磁场 是跟我通过的电流真的成正 他是想要验证这个东西 那我们到高山写实验报告的时候 你都知道你要画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 那你这个细节上的操作 你大概有感觉就合理 好 我现在呢 请大家翻开我们的第几页呢 翻开四十二页 像这个半例第一题呢 我断考不会考的 好 这种直考你就要会 我们把题目念一次 他说电流的值效应用高的仪器 你看他都有的 你看哦 这个仪器需要一个电流来产生值 请画出线路图 你看直考有你画线路图 他有需要的仪器接线的方法 标明电流的方向 请问同学你要学哪几个仪器 他需要一个电流来产生磁场 首先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电磁座 嗯 我们刚才有画线路 一个电磁座 然后接下来呢 你因为要测量电流 所以一定要有安肥机 对不对啊 正要接正 要接负 然后因为你一定要螺线 要产生磁场 请问你谁会产生磁场 哪一个会产生磁场啊 当然是螺线管才会产生磁场啊 所以你要接一个螺线管 然后因为你要操作谷歌数据 所以你要接可变点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时间需要一个电流来产生磁场 你就把右边这一二三四 画一个大串链 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样可以吧 你就模仿了 第二个这个实验还需要一个电流来测量磁力 所以双原本实验的基本原因 以及所用的物理工具 那其实就是我刚才写的那两个工具 然后呢 我们断考会考的 不会考这种实验装置 会考第二期 这种情况 94年直考 94年直考 我不会考那个 那个实验的过程 可是我要理考这个 要清算装置 所以我先 我现在再说 下礼拜四 所以我要再讲 把这个讲 那断考就考到这边了 知道吗 可是我这个实验 我只会考他的计算 就是那两个工具的计算 但是我不会去考这个实验操作的系列 不过我们既然讲了 我会把他讲完 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们下礼拜有可能会先小考 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让大家全部讲完 但是我就先小考 但至少自己我先不考 就把断考再考得好 所以小考考到今天教的 大家觉得不好意思 那一次 Good morning